这期视频呢是分享一些我比较喜欢的 可以将老旧模糊或损坏的照片进行高清修复上色的方法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收藏起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整理了我比较推荐的一些好工具 而且都是免费的 我们这上面第一个呢就是主要是分成几大类 第一个是对于图片就是用来提高分辨率的 纯提高分辨率的 比如说第一个工具和下面的这几个 还有一类呢是通过AI算法能对老旧照片提高分辨率 同时还可以去除划痕进行一些老旧照片的修复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叫 就是能对人脸的高清修复 专门它是对人脸的一些修复 然后呢我这边还整理了两个对于老旧照片的上色 比如黑白照片呀 或者说那种以前的黑白泛黄照片 上一些彩色照片的一些方法和工具 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对照片提高分辨率 进行高清修复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这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图像的再修复 然后呢使用的是SWIN的一个算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一个demo demo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比如左边这个是一个黑猫警长 圆图是一个比较噪点比较多 然后呢边界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图片 通过选择一些算法 比如它有很多算法 然后可以修复成这个样子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然后下面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样例 比如说这种黑白的这个比较稍稍模糊的照片 修复之后的样子 那我们来也实际的操作一下 看问这个工具是怎么使用的 这个链接在这呢 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demo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嘛 然后那它的界面也比较简单 左边呢这一块就是我们要选择 我们往里放的照片 放链接或者放文件都可以 下面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算法 我们默认使用这种大模型 这个真实世界图像的一个超级的还原的一个大模型 选择它 然后下面造点我们都使用默认的15 40就好了 如果大家需要想了解更多细节的话 我们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再深入学习 好 那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是它原图 原图修复成最终的一个样子在这 那我们可以放一张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个图片 比如说拽一张图片放上来 在这呢 然后这是我们本地的图片 然后我们点一下默认参数都不用动 点一下run 然后右面呢它就会开始进行透过后台的一个 AI的模型 算法模型开始进行修复 如果这个模型长时间没有使用 这个平台呢会把这个模型冷处理 就是把它关闭 那如果我们是第一个使用的话 它这个模型需要重新加载 花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如果说已经经常使用了 或者被别人使用过这个模型 或者说它正在已经在热处理中 那这个模型只要你拽过来 一转它马上就会被掉起来 所以会很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 花了5秒钟 5.3秒 那这个样子的修复清洗 修复的一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圆图 圆图的话 这个砖的这个纹理还是不是很清楚 但修复之后呢 这个纹理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人的边界以及云彩 整个的这个锐度和这个清晰度 通过它修复之后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工具呢 主要做的就是一个图片的高清修复 那我们看一个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工具呢 是微软的一个老照片 复原 叫老照片的修复 它的一个样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老照片 对吧 比较造点比较多 然后色彩呢 也不是很饱和度 不是很好 然后通过它修复之后的样子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样子 看一些案例 它这个example 例子 这是一个图片 有一些很多的折痕 这个折痕呢 经过修复之后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吧 效果还是很好的 那我们也来做一个demo 我们也来做一个demo 我们修复一些 我们把我们 这是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example 我们把一个 我们的建筑 把一张我们的样图啊 来修复一下 同样 我们的样图拽过来 这是我们的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一个比较 呃操操的 也砸 砸点比较多的 对吧 下面默认呢 我们这边选 它问你 这个上面是否有 有这个 是否是一个高清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选择是 如果是的话 你就选择是 如果不是的话 把它不用勾选 下面它问你是否有划痕 如果像 这种有划痕的图片 那你就把它勾选 像我们这个图片 是没有划痕的 那我们不用勾选 然后呢 直接点run 同样 这个图片呢 它会开始在后台运行和加载 对 刚才这个 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直接点下载 download就OK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面 可以点一下show log 如果它比较慢的话 大家可以等一等 因为只要你第一次 把这个模型加载 启动起来 这个工具 后面就会运行很快 但如果说 长时间这个模型 没有用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因为这个模型 已经被关了 就暂时被关了 长时间没有使用 所以呢 它本次需要 重新的从模型的 这个算法平台 加载起来 这时候就大概需要点时间 我们可以等一等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修复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 对吧 左边这张图片呢 它是整个的这个噪点 或者说叫颗粒点 颗粒感 比较强 通过这个模型呢 它主要是修复嘛 对吧 老大片修复的功能 这个模型 修复完之后 整个的样张 是比较平滑的 而且这个比较细腻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download 对我们这个后面就不说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修复需要用了35秒钟 35.58秒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模型 我是第一次使用啊 长时间没有使用 没有加载 如果我们再放一张图片 你马上加载的话 大概几秒钟就OK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是通讯平台 通讯的一个 推出的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 对我们的照片中的人脸 它不单单是所谓的 这个高清修复啊 或者说老照片修复 它重点在于是人脸 所以说有一些图片 如果我们想修复其中的人脸的话 那我们应该选择使用这个工具 主要的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人脸的修复之后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认为 原图这个脸就很不错 但有的人认为呢 这个修复完之后的脸会更喜欢 那就因人而异啊 你需要哪个就用哪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对吧 它重点是把这个人脸 这个颗粒感 这个细腻的方 这个感觉都修复修复的比较不错 这是它的样张 看这张样张就很清楚了 原来既有模糊 人脸又比较模糊 修复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脸修复 是非常不错的哈 好 那我们同样也来一张我们自己的demo 来跑一跑 那我们修复一张 首先 放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自己放链接也好 嗯 我们直接把我们本地的图片 来放上去 呃 叫呃 这是一张样图啊 上面是 主要是一张人脸 以及一些模糊的背景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 这个版本 我们就默认选的最新的版本 1.4的模型版本 下面这个就是问你是否把它修复的高清 呃 到几倍 我默认可以使用2倍 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如果一会儿 不大家感觉这个修复的效果不好呢 我们可以再往上提一提啊 我们点软 嗯 大家可以看到 这面很快就出来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模型之前加载过 那我们主要因这个模型是干嘛呢 主要是对人脸修复 老照片的老照片重点是人脸修复 或者是通过AI生成的人脸 可能通过AI生成的人脸啊 比如说其他工具生成人脸不是很真实的话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加工 大家可以看 这图片呢 首先啊 整当然 整张图片是做了整个高清修复 同时呢 对于人脸 对吧 他也加了一些 他认为比较不错的颜色 呃 这个清晰度呢 是已经修复得很好了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个修复度 再上两倍 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四 看来效果怎么样 左边是原图哈 右边是修复之后的效果 嗯 大家可以看到哈 就是首先呢 这个修复的高清度呢 呃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看个人的感官了 同时这个脸的局部的这个清晰度 是明显能感到跟原图 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对吧 那这个呢 图这个工具主要是对老照片 或者AI生存照片的人脸修复啊 记住是人脸修复 那如果一些非人脸图片的修复的话 它其实效果没有这么好 我做过一些测试的 嗯 那下一个工具呢 呃 我们下 我们先往这跳一下啊 先看一下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也是我们的一个推荐 主要是图片的这个 主要就是高清修复啊 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方 其他的什么功能 那这是它的一个样张 我们就不做测试了 这是一个它的效果 比如说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重点看这个吧 重点来看 这个 这是门的纹理啊 这是门的纹理 那我们看啊 我们把它拽过来 记住 记住这个位置啊 现在是有格格的 有一个杠杠的 我把它拽过来 看 这是原图 左面是原图 没有修复的时候 这个整个门子 门上面 这个 呃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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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的这个 细节是很模糊的 对吧 但是右面呢 右面这个是修复之后的效果 我们往外拽一下 看看 修复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还是不错 对吧 这个工具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 而且是 呃 我也是比较推荐的工具 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来来使用啊 那同样 我们再推荐下一个 呃 这个 也是在线的 这个图片修复啊 这个也主要是看 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 对于动漫风格 记住 是对于动漫风格的图片 进行放大操作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 类似于刚才那个 黑猫九掌 对吧 是动漫 动漫风格的一些图片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背景图 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上来 那通过它修复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下面这两个工具呢 是我非常推荐的 可以在 自己电脑客户端 独立安装使用的 而且它是跨平台的 支持三端 Mac啊 Linux啊 以及 这个Windows都有 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 那下面的话 我先来演示一下 这个工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工具 大家也同样 可以看 这是我的一个样张 那左边这张 是一个 未修复的一个效果 对吧 同样看纹理 看模糊 然后我们把它拽过来 修复之后的效果呢 是这样 是吧 看这个专的这个纹理效果 是非常不错 这工具呢 我简单来说一下 怎么使用啊 因为这个 有很多视频 都是专门介绍这个工具的 那它介绍的 一定比我更详细 而且呢 我主要是 给大家推荐一些 算是引入门啊 就看哪些好 那大家如果需要详细的话 可以找相关的视频啊 重点去学习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因为它支持GPU 那首先打开之后呢 选择这个setting setting这一块呢 选择我们GPU的ID 我这个电脑呢 是0 那具体怎么选择0 还是1啊 还是什么的 还是设置为空 大家自己去看其他教程啊 或者说 看官网的官网的这个文档就OK了 同样呢 这一块 我们这边 我推荐是选择 最新的模型啊 当然这一块要放模型 放模型的话 大家看 把模型放进去 我这边是比较推荐选择这个 4X 然后200K 这个是主要针对于真实图片 那针对于一些 比如说什么 动漫风格的video啊 之类的 可以选择这种啊 选择这个 两倍三倍四倍的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就选择它一生成 生成之后呢 它就出现了这个 同时桌面会给你下载 它的修复之后的图片 那还有一个客户端呢 叫做 这个Final2X 这个WAR该怎么读 就这个 这个工具呢 也同样是支持三端 因为呢 这个工具在我的Mac上面呢 运行起来有些建筑问题 所以我没能跑起来 那它是支持Linux Mac Windows三端的 也推荐大家使用这两款 这个客户端 因为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 把工具放在电脑上 因为随时嘛 无论有网没网 都可以使用 但是上面前面这几种呢 它这种在线呢 主要就是 不依赖于你电脑的性能 只要你能上网 能打开网页 就可以快速的生成 这两款呢 还是比较吃电脑配置的 你的CPU啊 你的内存啊 你的JPU性能怎么样 是直接影响着你生成图片的效率和时间的 那我们还剩下最后两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叫做老照片生色 比如说我们家里啊 特别是可能爷爷本 爸爸本那一代 他们的照片都是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呢 我们现在想把它进行一些老照片的修复 比如上色呀 或者说这个划痕的修复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emo 这是黑白照片修复 那这个工具它支持你修复之后 有好几种效果供我们选择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 黑白照片它修复的第一个效果 是这样有点泛黄 对吧 看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 这个呢 是更贴近脸部门的颜色 墙体的颜色 再往下呢 就更明亮一点 那这个衣服的颜色 黑色 再往下呢 就是稍稍做旧了一点 对吧 它有很多种风格 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了 那同样这是一张黑白的图片 修复了很多种风格 你喜欢什么 可以下载什么 这都是通过AI算法模型来生成的 demo我们看完了 example我们看完了 我们来实际的操作一遍 比如手上呢 我有一张爱因斯坦的一个图片 我们把这个图片看一下 抓过来之后呢 下面这有几个模型 我们可以还是默认选择这个叫做 真实的 就是这个灰度图片的这个颜色还原 请它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呢 我们都不用动 保持它默认参数就好 点击软 左门呢 是我们眼神图片 一张爱因斯坦的一个黑白图 我们右面呢 是即将修复完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修复的第一个样张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呢 还是修复的有点问题 对吧 它变成蓝色 实际上 这个颜色应该是经过光照 颜色变浅一些 那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修复的比上一张 逻辑上会更合理一些 对吧 正常的人物肤色 同时这个位置呢 可能是有沙色 沙子 或者说呢 是光照 等等原因 造成的这个 并不是其他颜色 而上张这个明显 变成了蓝色 那下面还有其他的样张 对吧 我们有很多种样张 当然了 看你个人喜欢 好 那我们下一个工具呢 同样 这个也是一张图片的上色工具 这两个上色的工具呢 各有不同的特点啊 是通过模型的区别 那就看你实际使用过程中 感觉哪个效果更好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图片呢 对吧 这张图片是一个山水 但它修复之后呢 是蓝天白云 对吧 然后水色山色 还是不错的 那下面有同样 当然了 很多模型 它都是因为 它自己训练的时候 有它自己的这个倾向啊 那这个 到底你喜不喜欢 呃 是不是你的风格 那得看你 你接不接受啊 当然了 其实如果你更深入学习的话 可以自己去调餐 那这就是更深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 一个学习的一个点吧 我们还是 拿爱因斯坦这张图片 拽进来 然后呢 下面默认它没有什么抬头选项 对吧 我们不用动 点 认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把这张图片修复完了 这张图片修复的第一个的逻辑 还是不错的 对吧 颜色呢 也还好 嗯 好 那我们这次的呢 这个分享工具呢 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是 首先呢 我们这个分 这次分享有 呃 是主要是针对图片啊 高清修复 还有这个老照片上色 高清修复呢 有对单纯的像素 提高分辨率的工具 还有呢 对老照片来修复 去除发痕 还有重点对人照 人脸进行修复的 那还有一些客户端和外部端 不同的 对吧 还有几个客户端 在本地就支持使用GPU来运行的 那还有呢 使用是AI算法模型 专门对老照片进行上色的几个工具 那这些工具呢 呃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演示完了 那信心的小伙伴呢 可能发现了 上面呢 我分享的这些工具呢 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底层原理呢 都是用了一些AI算法的模型 修复模型来实现的照片修复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网站呢 也不是 比如说 呃 常见的 呃 一些推荐的个人网站啊 一些工具网站 对吧 呃 这个其实这个平台 它主要是运行了一些算法模型的平台 那这个模型 这个平台呢 它又支持很多模型 在上面免费的运行 所以呢 我把这些平台上运行了图片修复的这个工具 专门分享给大家了 那它底层原理呢 都是用的是AI算法模型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并且希望学习 这个工具的一些深度使用方法 或者说这些AI模型是怎么将图片 一点点修复这么高清的一些技术实现的原理的话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学习 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那我后面呢 会继续分享 我发现的各种好玩 有趣的内容 欢迎大家呢 扫码关注公众号 能保持持续的关注 那公众号呢 回复关键四 图片修复 或图片相册 即可获得本期分享的所有工具链接 我们再见